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博军一宵变成博军一小,王一博陈晓梦幻联动。 王一博和肖战两个人在2019年一起合作的电视剧《陈情令》播出以后,成为了那年的爆款作品,两个人除了增加了许多微粉以外,也增加了许多CP粉,他们的CP名字叫博军一宵。 这个CP目前依旧热度很高,两个人的CP粉时隔几年粉丝数量依旧庞大,还有许许多多因为看了两个人拍摄时期的花絮,从而加入博军一宵这个队伍的。 只不过肖战和王一博的关系如今早已不复当年,双方之间的粉丝关系也不融洽,时不时就会因为一点小事在网上掐架。 尤其是肖战走红不久经历了数字事件,两家的粉丝关系就变得紧张了。 其实这在娱乐圈是无法避免的,两个人都是娱乐圈的顶流,同时又是分属不同公司管辖,刚走红时并没有太多的自由,都是按照公司安排走,自然无可避免会有竞争。 再加上双方工作都很忙碌,自然也不会有过多的交集。 王一博和陈晓的交集是因为合作,两个人在2022年合作的电视剧《冰与火》播出,这部剧拍摄期间,他和陈晓也建立了友谊,成为了朋友。 陈晓是85中生,如今早已不走流量路线,他走实力派演员路线,接触的电视剧资源基本上也都是偏证剧居多,和王一博之间也没有任何竞争。 毕竟一方面年龄段不同,路线也不一样。 另一方面,陈晓在娱乐圈的咖位也比王一博高。 现在陈晓的电视剧《云香传》正式定档5月1日,王一博也是第一时间给陈晓的作品打扣。 《云香传》是陈晓和毛晓彤合作主演的,讲述了男主幼时家族被灭,他修行十年下山历练,遇到了几个伙伴,在经历种种以后,依旧坚守本心的故事。 王一博在这个时间段同样也有电影《长空之王》上映,《冰与火》的剧组也是制作了海报支持《长空之王》,看得出来这个剧组真的很有爱。 陈晓也单独给王一博的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包场支持他的新作品,所以就有粉丝留言说伯军一小。 肖战这边则是包场支持了黄景瑜和白百合合作的《检查风云》,因为这两位主演他都合作过,这个操作也是情有可原。 和黄景瑜合作了《王牌部队》,和白百合合作了《焦阳伴我》,这部剧刚杀青不久,还没有播出。 王一博和陈晓梦幻联动,互相支持,你们期待他们二搭吗? 《长空之王》,场面超然,不得不说,王一博很贴合雷宇这个角色。 说真的,电影《长空之王》视觉效果太震撼了,尤其战机的主观镜头,感觉自己就是机舱内的驾驶员,真是腾空而起,龙笑九天之外,哪怕结束后很久,仍然还感觉大飞机的声音在耳边轰响。 该剧讲述了雷宇,王一博士,为代表的几名空军飞行员,经历严苛选拔后成为正式试飞员,在队长张挺,胡军士,的带领下试飞新型战机中的感人故事和英雄事迹。 影片中的场景超然,无论是战机飞行体验,空中显情处理,各种极端环境下的模拟测试,还是中国几代战机的整体呈现,以及战机在空中各种高难度的特技动作,几乎都做到了极致。 当你看到神秘的歼20揭开面纱,当你看到炫酷的战机大洋角飞行,当你看到两架飞机在高空肆无忌惮的标击,你会身临其境并深深震撼。 除了燃点很多,这更是一部情感真挚,动人的电影,这点特别难得。 长空之王会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,尖击击式飞员这个神秘的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,才真正了解到了式飞员这个职业的伟大,他们是刀尖上的武者,每一个都是无名英雄。 只有最顶级的飞行员,才能成为式飞员。 但与此同时,他们的职业又比飞行员危险太多。 我们的安全,是他们用命一寸寸拼出来的。 对他们来说,性命加使命才是生命。 王毅博台词太好了演得特别自然,哈哈,我想说雷宇真的很酷很帅。 雷宇我的英雄,人物胡光很美,极绝匠,自信,苏感,英勇,责任感,安全感等等于一身,但是这又完全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,融入的那么神奇。 男主雷宇的成长线也非常出彩,雷宇轻年意气,不惧挑战,从飞行员转作式飞员。 亲身经历过一次险情后,他的心中也有迷茫和困惑,但为了理想和传承的信念,坦然接受了自己的使命与宿命。 雷宇曾是个才气与傲气并存的天赋型选手,比如他不听从队长指挥,是飞时一意孤行,自行违规操作,他不听医生劝告,拒绝伤后身体检测。 那个时候的他周身散发着桀骜与不驯,像一个不省事的矛头小子。 张队稀才,对他用心打磨,后来的雷宇眼神坚定,多了一丝沉稳与成熟,最后在一代又一代陨落的是非英雄的感染下,尤其张队的牺牲对他的冲击,他欲加气质凛然,尖挑日月,手转乾坤,让人物又多了一层民族大意和家国情怀在里面。 胡军老师饰演的张廷队长,那种爽朗,坚定,谁的生命不宝贵? 谁不是娘生爹养的,使命加生命就是我们是非原的生命,令人热血沸腾,最后的结局又让人泪奔。 长空之王,本质上依旧是讲人物成长,因为老人终将老去,新人要撑起蓝天。 这样的成长,给了人物由弱到强的属性,也让我们看到了,我国空军,我国战机,甚至我国战力和国力由弱到强的过程。 所以看完整部电影,会有一种炽热的情感激荡在胸口,当我们知道是非原们都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时候,那种民族自豪感便开始生疼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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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